SCP-104 工厂迷骗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硕虚 所有SCP-104 G1和G2的副本都需被保存于Sight 37的17号保险柜里 不得以任何理由将SCP-104的副本用于娱乐目的 在虚故11004的DEL之后 不再允许研究人员观看SCP-104的输出内容 即使内容经过过滤或是间接观看 只有低解人员可以观看SCP-104的内容 研究员与实验控制组对SCP-1133-7与SCP-894个体的使用已被批准 以避免SCP-104效应的扩散 基金会已经着手防止任何人收到有不齐的电子邮件 有计划和规律的发送的SCP-104副本 这些邮件很多包含电脑病毒、恶意软体和电脑如虫病毒 同时也设计了一个程式提供给所有电子邮件服务供应商 以防SCP-104的扩散 描述 SCP-104是一个电脑程序 目前有CD SCP-104-2 和3.5磁铁片 SCP-104-1 两种样本 都带有FactoryPorn子养的标签 其中包含一个EKB的名为TheFactory ESE 可通用于全平台的可执行程式 执行这个程式会打开一个视窗 显示TheFactory的标志 标志随后淡入黑暗 取而代之的是你想看什么字样 此时使用者可以输入一些模糊或紧缺的关键字 发出请求后 程式会列出数十张色情图片 每一张都导向一个与关键字有关的完整影片 这些影片很多从未在现实中被拍摄过 观看SCP-104中的影片 具有累积效应 观看的色情影片越多 受影响者的信誉就越扭曲 同时达到性满足也越困难 经过一百个小时 不间断地观看SCP-104中的色情内容之后 即使是最正常的观看者 也会对会晤 拷问杀人 人受焦 其恋童癖产生情绪 对性满足的压抑 会刺激他们在真实生活中 寻找此类事物 或者自残及自宫 需注意 SCP-104没有表现出任何强制性 使用者随时可以结束成事 大多数使用者继续使用SCP-104的原因是 这是最简单能找到想要的色情内容的手段 如上所述 任何单词或片语都可以被输入 以此手段 许多受害者等于一览社会地位较高的知名人士 在床上的样子 并引起了许多名人色情录影的留言 曾经设想可以用这些录影 威胁与基金会立场对立的政客 不幸的是 目前所有录下SCP-104内容的尝试 都只能录下杂讯 一些研究员声称在杂讯雪花中 看到运动的人形 但是在之后从未观测到这种现象 SCP-104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播 发送目标似乎是随即的 邮件中一般声称 内有特定名人进行性行为的画面 或是触犯数条法律的下落行为 邮件中的一个连结 要求使用者输入他们的地址 三天之内 SCP-104的副本 会被包裹在普通的棕色包装值中 通过批量信件送达 没有回函地址 基金会目前包有37份 SCP-104之一 与23份 SCP-104之二 事故 1004 Dale 研究员Adam Dale 被发现所有地址人员观看SCP-104 并且互相交购 从中取乐 经判断 尽管研究员Dale从未直接观看 而只是通过影像监视实验 但是仍然受到SCP-104的影响 所有间接观看SCP-104的计划皆被取消 以上就是SCP-104 简单的说SCP-104就是一个能看到各种色情影片的城市 但这些影片很多从来没有被拍摄过 长时间观看SCP-104的影片 会让人的信誉越来越扭曲 越来越难被满足 而文中提到的另外两个SCP SCP-894是塑胶质的 非礼物室、非礼物厅、非礼物以言猴子 当任何人类在5公尺之内与他们发生视觉接触 就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失去相应的功能 例如看到非礼物室猴子就会失去视力 看到非礼物厅猴子就会失去听力 SCP-1133是一个点滴甲 能从人体内提取或输入7种不同的物质 分别是SCP-1133-1到SCP-1133-7 每种物质都有不同的作用 SCP-1133-7影响的是信誉 被输入SCP-1133-7的人会进入类似性亢奋的状态 大量提取SCP-1133-7会导致人性能感 并且排斥性交念头 这个SCP其实是Dr.Bride写的SCP 他之所以写这个SCP是因为他写的前一个SCP 被人说像色情片里的情节 所以他索性写一个跟色情片有关的SCP 而这个被说像色情片情节的SCP 就是旧的SCP-952 Draco of Hearts 旧的SCP-952 或者正确来说是SCP-952α 是一个外貌约16岁 168公分高 61公斤 拥有极尖金发和蓝眼睛的类人男性 具有超自然的说服力 还有不自然的巨大生殖器 他会寻找16岁以下 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 并引诱她们与其发生性行为 SCP-952α的后代会在4个月后被产下 产下的后代具有皮毛 额头上有短脚 不自然的巨大生殖器和藕提 这些小孩在长大后 藕提、脚、皮毛都会脱落 使他具有正常人类的外貌 这个SCP被一些人认为过于马力酥 或是过于无趣 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这个SCP 这个SCP在2018年4月时分数大幅下降 跌至复分 虽然在2018年7月时文档有做过改写 但依然没有办法使这篇文档逃过被删除的命运 但SCP-952并不是就这样消失了 2018年6月 在SCP-952的重写还在酝酿时 DJ Kikters发表了SCP-2254 SCP-2254与SCP-952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却将原本人形SCP的部分淡化 增加了许多有趣的细节 据我看来是一个蛮成功的重写 但DJ Kikters却在该片作品的讨论页中强调 SCP-2254并不是任何SCP的重写 所有相似之处只是纯属巧合 有人对此进一步询问 他回答道 以下是四个纯属虚构的声明 这篇文档是作为SCP-952的重写逆稿的 草稿获得了重写团队成员的认可 我后来被告知这篇文档与SCP-952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所以这篇文档不能被视作重写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某一个人认为 SCP-2254与SCP-952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并且这个人具有对SCP-952的决定权 那这个人是谁呢 虽然没有明确证据 但有很大可能就是原作者Dr. Bright 而在一篇Ready文章中 有人问到为什么SCP-2254没有使用SCP-952的位置 是因为没有得到Darkman的允许吗 Darkman这一辙就是Dr. Bright DJ Kikters回答 我不能承认或否认这个说法可能有多令人泄气的真实 不难看出它就是以一个非常模糊的方式承认这件事 有趣的是得到原作者认可的重写没能存活下来 反而是SCP-2254保留下来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后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 拜拜